好 歡迎收看各位觀眾的主機車 沒錯 今天超級 重磅 霹靂雨滴 虧威 八年 虧威 三十幾年 三十幾年戲劃 哇塞 一個戲劃弄了三十幾年 沒錯 我們要換島了 我八年前 環島了 然後這傢伙呢 是完全沒環過島 對 我們主打呢 就是 奢華的環島 沒錯 你看到什麼 看到兩台 YAMAHA 街車 要環島當然要騎街車 對啊 幹 跑車生病啊 對啊 我們0709玩起來 然後再來什麼 後勤 對 沒錯 大家看到我後面的一台 大家環島了對不對 背了很多東西 我們不用 全部上車 騎著的 車子也上 希望我們可以不要這麼無恥 希望 希望 因為我很久沒環島了 然後去找Mike 我們POP S也有講嘛 對 然後所以我覺得 Mike真的也沒環過島 讓他體驗一下台灣的美 先講一下好 我們這一整個行程 大概是我們其實有為期 大概7天 算7天啦 對 為什麼會這麼久 是因為我一直都覺得說 環島5天內真的太趕 台灣太漂亮了 真的 而且我們這種奢華的 怎麼可以累呢 怎麼可以呢 雖然現在很早啦 我們第一天是最硬的 我們今天 第一天是我們要 等一下直接殺到宜蘭 然後宜蘭我們要 衝浪 對 那我這輩子第一次衝浪 我們這個旅程 就挑戰很多第一次 希望等一下可以 好好玩一下衝浪 是 那再來呢 我們就會到花蓮 所以其實一天來講 我們要到宜蘭衝浪 又要去花蓮 有點硬啦 小硬 所以希望大家可以 好好享受一下 我們這一個環島的系列影片 沒錯 哇 Yeah 哎唷 這個是淋茶耶 六奈加環島真的會變成PDSD 對騎車 好 開了喔 終於開了 好我們現在到宜蘭了 然後 現在要準備前往宜蘭島 可能看這個時空背景 你不了解喔 我跟Mike呢 其實 前天 剛跑完六奈 真的會有一種 創傷症候群 你知道嗎 只是開啟就覺得 而且其實我們這邊真的很累 他真的有比賽耶 然後 其實我們大概 驚慨 今天只睡兩三個小時 但是 介紹一下我今天的裝備 RS太極 康克腰包 萊卡相機 拍拍照片記錄一下 今天影片應該蠻長的 所以我們就廢話不多說 但是我現在好累啊 到了 這裡 這裡 早中進去啊 南側是剛剛那邊 欸那個沒啊 還是直接去這個 什麼極酷衝浪 好的 我們現在 終於來到了烏斯港 第一次 衝浪 環島衝浪 突然覺得精神有差對不對 欸 就是這樣 小學生就是這樣 欸 上課的時候很無聊 下課的時候 精神就來了 其實我 完全沒有滑 滑板過 所以我現在 滑那個衝浪 但是因為平常 有在溜 玩wheel 或是電動滑板 所以我們要自信 可以成功吧 站起來 衝浪說 對 後來會衝浪 但兩年後 對 兩年多 兩年多沒衝了 那你覺得會很簡單嗎 簡單 說真的衝浪不用會游泳 但是 會游泳的人 會比較有優勢 是因為他不怕死 那你只要 不要夾饒 照著就是教練 因為等一下會 應該會看到 有沒有辦法教你一下 那沒事的 怎麼殺魚啊 那 水母可能有一點 喔 好啦 那我們回到C吧 我們會把衝浪拆解成 三個簡單步驟 第一個是上板 第二個是平衡好之後 做滑水的動作 滑水的用力就是 先讓我們板子 有一定的速度 之後讓推到之後 會產生速度的加成 我覺得 有沒有講的很簡單 有棒 下去感覺會更明顯 那個加成速度 真的是會驟增 那種 速度加成的時候 我們雙手就可以回到 胸口兩側 然後雙腳啊 就可以先幫我回到板子 板子後面 腳尖 踩著 挺胸 隨便自己平衡 然後 自由追到浪 安全的狀況下 我們就可以做個 起蹭的動作 那你可以先看我跳一次 起蹭啊 就是往前看 確定可以以後就 跳 這樣子 我應該有會了 OK OK 學會洗得很快 好 你跳起來的話 會變成有點挑太前面 對 有比較好有比較好 沒關係吧 我們去拿板子 我成功記憶到嗎 教練都這樣子 真的大啦 真的可以 OK 希望可以 成功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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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成功了 站起來 耶 教練說我還不錯 嗯 他說今天浪很好 是啊 可是完全不會看 就會變成說我一直 不知道在幹嘛 我就浮在裡面 欸到底現在我該趴嗎 那我就 那邊 那個要專家真的 欸真的是要長衝 你才會動 真的真的真的 那沒辦法 就比想像中的簡單一點 我指的是就是你要到那個很 就這樣啊 就像你要磨到吸其實蠻簡單的 是吧 是吧 就是我站起來就像磨到吸一樣 所以我剛剛欸我磨到吸了 但是說實在 磨到吸跟你要跑單圈 跟你要下賽道 是他媽的兩回事 對但我覺得今天這樣子我覺得 已經有點足夠啦 因為真的蠻累的 還不錯啦 就是出體驗 欸當運動 欸真的會喘 欸跟妳講我們真的是 六耐跑完 然後現在我們真的 我真的覺得很可怕欸 但我覺得目前來看蠻好玩的 我第一節先暖胎嘛 耶 哈哈哈 腳第一節看第二節 有沒有機會可以有一個 我站起來畫面 就沒有畫面 照片也好 這個海水這好 怎樣啊 什麼 要什麼 天龍人啊 殺的好髒 好黑喔 有蚊子 哈哈哈 我就不適合野外那邊 我養尊處優的 對不對 你脖子過來 讓我勒死你 哈哈哈 文思里的小花 我喜歡在游泳池裡面 靜靜的耍水 對不對 但不錯的體驗 蠻好玩的啦 但 好 就是 no pay no gain 你知道嗎 但我不想 no pay no gain 哈哈哈哈 好玩是好玩 但真的 滿累的 然後還有 我覺得要有人帶 是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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環島衝浪 好 OK 好不好 好 吃個飯 然後出發花蓮 歡迎衝浪高手留言 掰 好 環島 就是要這樣 好不好 真的吃吃喝玩樂 我覺得這才叫環島 因為這要講喔 就講到我 八年前的環島 只有五天 我真的覺得 太短了 那這次呢 找Mike 他沒環過島 然後我很久沒環島了 所以我們希望是可以 輕輕鬆鬆 開開樂樂樂的出遊 那等一下呢 終於我第一次體驗俗滑崗 我以前騎過俗滑 但是沒有騎過俗滑崗 體驗一下這個安全的感覺 我們這個陸泉爭取那麼久 終於讓我們可以進俗滑崗了 那我們check out一下 我們先吃飯 因為今天呢 我們去很多地方 所以這影片呢 我們其實是紀錄啦 我希望還是我們可以 不要太多工作 就是 可以開開心心的玩 那當然也希望大家可以感受到 我們 玩到的快樂 宜蘭名產鴨賞 宜蘭鴨賞就是什麼你知道嗎 鴨的會音 蛤 真的嗎 不然不是會音的話 怎麼會熱鬥怎麼Q啊 是不是 對…要抖… 我抖一抖啊 我沒有停過啊 好 藉由中場休息後的路上 跟大家好好分享一下 畢竟呢 早上我們可是騎了一整段北移啊 小小的心得肯定還是有的 不得不說啊 咱們0709接車的騎姿 但是對於我們這些戰鬥民族來說啊 真的是節省了很多的體力 尤其不要看啊 0709兩台兄弟車長得一模模一樣樣啊 但是其實不管騎乘感受或者是騎姿啊 都是相差很多的 我只能說啊 0709真的不好選啊 像是呢 我在跑北移的時候 09就穩如泰山 07則輕巧靈活啊 但速度拉快以後 07車身呢 就多了一點晃動啊 不過隨著騎乘的時間拉長之後呢 07比較高比較寬的把手 真的是無腦舒服很多 而09呢 雖然沒有這麼高的把手 但是它有又大又舒服的油箱啊 這靠起來呢 感覺真的是非常的棒啊 好啦 廢話不多說了 我們要準備來到舒花改了 那首次體驗呢 還是有點緊張的 那讓我們check it out 前面就是路口了嗎 哇 這就是舒花改的感覺 棒棒 啊為什麼要風一道啊 不懂 限速710真的是很有毛病 是這樣全台灣人都不會開車 跟不會騎車是不是 我笨呼吸了 我笨呼吸了 都是一線道 我覺得這真的很笨 這個速度我真的覺得很安全 超安全 欸我們要靠右嗎 我們要靠右嗎 我們要靠右嗎 我們靠右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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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北西岸 欸你看超扯的喔 大家已經什麼 明明就可以切出來 然後大家喜歡排隊 你台灣人真的是很賤 你是喜歡排隊 第一端結束了喔 請問第一端結束了嗎 蛤 蛤 蛤就這樣 這麼短喔 這樣我真的有省很多時間嗎 哇塞 突然覺得好像 花蓮離我很近耶 哇那 我應該要自產花蓮喔 我現在要有禮貌活動 看有沒有重機騎士 我跟他揮手 然後看他會不會會會禮我 欸揮手揮手揮手 耶 揮手 喔 沒有 有沒有有沒有 欸 我卡底人還比較好 你們這些人 有沒有騎士精神啊 好我們現在來到第二段的蘇花蓋啦 第一段其實很短耶我覺得 然後剛剛真的車超多的 然後禮拜一為什麼車到那麼多 我不懂 蛤這假的 好吧那假如有通勤蘇花蓋的 麻煩 說一下 我真的不懂 就是你看到這種路就是感覺就是超級 就很舒服高架 然後甚至有些日本的高速公路也是長這樣啊 就是山邊這樣子 然後大家都一百二一百三這樣 然後我們現在六十 離洞口兩公里 哇塞 有一個女生這樣跟我講我真的硬不起來 蘇花蓋雖然方便然後也安全 但是他這個限速以及車流量 真的會讓很多騎士覺得 剛剛好想睡喔 有一些朋友 他們開汽車的 他愛飆車的 他其實都寧願走舊書滑 對啊你弄的那麼好的東西啊 但是你卻 限速這樣真的是 啊 洞口號十一公 欸十一公里是一整個市民你知道嗎 市民大概就十一十三公里 市民可以九十來一百 對可以騎到九十 哇離洞口十公里 這次大概是你滑Tender 然後你滑完 你再玩滑啊 他在他的內湖這樣子 有啊那邊是山第三段 對我們現在走九十五花 跑個山才不會無聊 我們這兩天稱什麼 Go to Racing Go to Racing 你讓我騎蘇花蓋對不對 呵呵呵呵 這台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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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來看一下四十公里喔 然後區間車速 欸怎麼有人超車啊 欸過了是不是 欸區間過了嗎 過了嗎 欸四十公里耶 你區間車速你這樣開 喔停路邊 喔一樣是不是 啊原來我覺得 我終於了解區間車速的那個原理了 他其實是希望 大家多多體會這美麗的寶島 喔停在路邊 多看看喔 多 唉唷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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啊不要碰 啊 呵呵 好 我叫熊熊 我是Mike 我叫熊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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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是熊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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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好快喔 花蓮喔 好開心喔 是喔 是超能力 是喔 是喔 我們從台北 有點中 中港的夾站 是嗎 沒有很開心 我們終於來到花蓮了 今天我們的下榻的地方 但我們還沒去民宿 那我們其實今天很多心得 大家應該看到我們整體 那GoPro裡面的幹話 是是是 對然後 真的是覺得說 欸速化蓋 真的是很快很方便 但是真的速度有點慢 然後有點急 但是比較涼快 所以我們受不了第三段 我們就來騎一下 其實還是要看一下台灣的美麗啦 對必須必須 對啊 因為難得他沒環過島對不對 欸真的很舒服 真的很舒服 我覺得騎車在這種地方 真的是蠻享受的一件事情 而且沿路呢 我們就會看到騎士的打招呼 有些沒有打招呼 有些沒有打招呼的就試試看 給我試試看 其實有沒有禮貌嘛 他剛剛又有一個綠燈的時候 然後跟人家打招呼 那綠燈 超美的啦 這就是騎士之間的禮貌 好不好 但我們現在來到一個點喔 想說 因為我們其實有點要回靠啦 我們就先來這邊 打個卡 是是是 那今天非常開心 但是還沒結束 所以 我們check out一下 好不好 好沒錯 今天的重頭戲來啊 什麼 所謂奢華環島 是什麼來的 什麼叫奢華 我們就是直接給他整棟民宿 爆鬼 所以呢 我們來tour一下 這一次的民宿 毛小孩海洋俱樂部 這裡有個 開箱開箱 好啊 來哥進啊 請進 看到沒有 躺在上面 看到喔 完殺 就是 一種在沙灘上 什麼感覺 很感謝民宿老闆啦 因為我們 他有三間房 我們全部包下來 沒錯 希望我們可以 睡一張床 好然後我們 再 下一間 嘿嘿嘿嘿 抱歉 走走走走 嗨 你看啊他這個浴缸 是木頭 然後開水 他就直接這樣走 泡澡 真的 來 這吊床上上上上 我們騎了一天的車 這個吊床是要幹嘛的 你知道嗎 這樣子 是那個 西門官員 他整個 就是浴缸 然後淋浴間 然後 這個馬桶 然後 我很喜歡他是他那個 木頭的味道 非常的棒 這才叫環島 挑選一個舒服的住的地方 我跟你講還有沒有 第三間 來 而且跟你講 重點是什麼 他這個雖然叫毛小孩 沒錯 他其實呢 每一個房間都有這種寵物的 但是我實在不懂 這是什麼 欸 這個就是 我知道 西門官員 沒錯 西門官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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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這算什麼建設 來個 每一個房間 都有浴缸 而且 浴室呢 其實都一樣 都是快樂 然後有這個 淋浴間 然後有廁所 然後還有感覺是沙發 大家想強調的就是一種海島風 讓大家就是好有出去度假的感覺 說真的去東南亞 而且他們都是吃飯 而且他們都是吃飯 其實呢 他就是在 鄰近在馬路邊 然後他那邊呢 有一條路就可以直接下海灘了 那他是 就是可以去看看孩子 而且 晚上鄰近海邊 海景 然後 然後老闆娘非常好 然後他們說 其實這樣子 包裝什麼的 他就會有一個投影物 你只好在電腦直接接著 晚上就怎麼 邊喝酒邊看影片 對 對啊 默區又可以啊 問一下 問一下 我騎了一整天車 我就在等這時候啊 對 你知道嗎 我在後面在支撐我的時候 趕快到民宿 對 然後最後是什麼 還有什麼 東南亞風有沒有 那個 吊床 晚上我們去給他玩看看 又吊床 看有沒有西門關人 其實說實在 環島這種東西呢 當然 過程 然後沿途的風景 很棒 但是呢 我們要點不一樣 就是我們要 這樣 最美麗的 西門關人 西門關人 不要啊 西門關人 好啦 那我們 好不好 等一下就出發去市區採買一下 晚上好好休一班 順便跟大家講一下今天的心得 休息一下 好不好 休息一下真的太累了 那我們來享受 Bravo Let's go 看到沒有 這個奢華環島啊 哇這一桌 看到沒有 欸 不多不少 將近四千多塊五千塊 就感謝咱們的 麥克 提供這麼多美味的東西 那假如想要看這個 這個美食評鑑家的話 歡迎去麥克的頻道看一下 我覺得環島就是這樣啦 假如你找一個好的民宿 配了美酒加美食 其實呢 我們不需要再去逛逛對不對 不需要 沒錯 一群男人這樣子混在一起就夠了 對啊 不是 都已經環島了 對 環島就是 享受當地的 你看 我們這個直接 海邊 直接靠海 聽海浪的聲音 聽海哭的聲音 好不好 對啊 然後 還有店家呢 非常棒 還附了這個 頭影幕喇叭 然後呢 這個盤子 這個擺盤 哎唷 龍蝦咱們麥克哥 哎唷 一人一隻龍蝦啦 在花蓮這樣 真的有點奢侈啦 好不好 值得耶 真的很值得 我們今天不工作了 但是等一下 好啦 結尾還是跟大家分享一下 所以check it out 好辛苦了一整天喔 這就是我們的 奢華環島的 first day Yeah first day 但說實在 我們剛比完六奶 真的蠻累的 喔真的 對 那但是 30年沒環島了 我八年沒環島了 加起來 38年沒環島了 沒錯 住好一點 吃好一點的 沒什麼吧 OK吧 因為我真的覺得就是 環島就是這樣啊 騎車呢 我們也是喜愛我們今天 去抒發 對 就體驗一下美麗的台灣 看看山看看海嘛 然後騎機車這樣 我覺得其實真的是 還不錯 而且我們還去衝浪 喔 我覺得 機車當然是 騎車我們都很喜歡騎車 但 你想它可以帶你到很多地方去 這才是環島好玩的地方 好不好 沒錯 一群男人這樣出來玩 我覺得很棒 很舒服 對於我第一次環島 第一天這樣來講的話 我覺得很舒服 真的假的 你安排這個行程真的是 完美 真的是完美 接下來還有更舒服的 喔 是的是的 那其實基本上 今天的環島呢 差不多都要這裡 那當然最後感謝一下 毛小孩俱樂部 以及這個YAMAHA 他們提供這個MT0709 好 接下來呢我們有幾天 我們還有六天 但是我們不確定 一天會不會出一集啦 不確定 但是 我們預計是 擺岸角覺得 欸玩得太開心了 一整天這樣子 那我們就出一集 沒錯 讓你們好好享受一下 原來有人這樣環島的 那如果你喜歡這影片 麻煩按讚訂閱加幡分享 那期待下一集的 敲玩一下 好啦 那我們繼續Chill囉 掰掰 拜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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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拜拜